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充满了各种生物 其实呢 不同地方的海洋差别很大 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海洋 是天然风牢的 绝大多数的海洋生物 都喜欢生活在潜水海域 因为这些海域温暖 阳光充足 滋生了大量的有机物 它们是食物链的最基础 比如说 珊瑚礁海域 它只覆盖了海底 大约0.1%的面积 但全世界 大约有25%的鱼类 生活在这些海域 但是令人胆寒的是 珊瑚正在大片大片地死去 我们的海洋正面临着诸多的危机 珊瑚消失 也被称为珊瑚白化事件 因为死去的珊瑚的颜色 会慢慢地变白 根据科学美国人 2018年2月看的一篇文章报道 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次全球珊瑚大白化事件中 前两次分别发生在1998年和2010年 但是从2014年开始持续至今的这次 是持续最久影响最大的白化事件 全球已经有超过70%的珊瑚礁遭到了破坏 根据报道 大宝礁三分之二的珊瑚 已经死亡或者严重白化 而且情况还在进一步的恶化 我们正在眼睁睁地看着珊瑚离我们而去 过去的30年 全球已经大约有一半的珊瑚消失了 研究人员估计到了2050年就将只剩下10%了 珊瑚白化的罪魁祸首 现在已经被确认是全球变暖导致的 珊瑚对海水温度极为敏感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解决方案 非常非常的急 因为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另外海洋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风产 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 虽然它的大陆海岸线长达35,877公里 境内海域面积超过了41万平方公里 海上的专属经济区更是有1000万平方公里 超过了它的陆地面积 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拥有 比澳大利亚更多的海浪和沙滩 然而想不到的是 澳大利亚在捕鱼国里面 竟然还排不进前50名 实际上它是一个海鲜进进口大国 超过70%的食用海鲜是进口的 主要来自亚洲 那么是不是澳大利亚人都不愿意捕鱼呢 不是的 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领海 与它的国土一样 大部分是荒漠 只有在昆士兰附近的大宝礁 是一个显著的例外 那里是极为富饶的海域 恰恰是因为澳大利亚内陆土地的贫瘠 导致内陆浸流往大海注入的营养很少 这才导致了海洋的平息 即便是在生命茂盛的海域 也往往对干扰极为敏感 在上世纪70年代 澳大利亚的渔民 加上一小部分新西兰的渔民 在澳洲的大陆下 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鱼 它们大群大群地生活在水下 大约800米深处 这种鱼叫做尊廉奇龟 味道非常的鲜美 而且数量庞大 于是渔民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捕捞 一年要捞上4万吨 接着海洋生物学家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 这种鲑鱼的寿命超长 而且成长极其缓慢 有些甚至能达到150岁 说不定你吃过的哪条鱼 就出生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 正是因为它们生活的海域是那么的贫瘠 所以为了适应环境 它们选择了慢悠悠的生活方式 有些鱼一生 只产一次卵 显然这样的种群是经不起干扰的 遗憾的是 等我们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 它们的数量已经急剧的减少 即使是我们精心的管控 如果还能恢复的话 那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 然而在别的一些地方 对海洋的滥用绝不是初心导致的 而是肆意的妄伪 许多的渔民为鲨鱼切齐 就是把它们的齐割下来后 再扔回海里 任凭它们悲惨的死去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为了吃鱼吃吧 根据澳大利亚特别播报网SBS的信息 说明一下 这个SBS相当于美国的NPR 信息基本是可信的 2014年全球的鱼翅贸易总额达到了4-5.5亿美元 被非法捕捞的鲨鱼数量在2600-7300万头之间 因为鲨鱼捕捞在很多国家都是非法的 所以统计数字可能会有出路 目前鱼翅是最昂贵的海鲜产品之一 通常每公斤的零售价可以达到400美元 而鱼翅干的价格可以达到每公斤700美元 在美国的唐人街 一碗鱼翅汤的价格平均的大约是65美元左右 在上海的高档海鲜餐厅 一碗大排翅的价格在500-800元 当然也有几千上万一碗的极品 鲨鱼越大那么鱼翅的价格就越高 与鱼翅的一两只千斤相比 鲨鱼肉的价格那就低得可怜了 只有每公斤0.8美元 所以渔民们捕到鲨鱼后 总是把鲨鱼的鳍切下来 然后把鲨鱼扔回海里 全球的鱼翅交易 直接导致了世界范围内鲨鱼种群的减少 而且全球的鲨鱼市场大多不受监管 最受捕猎者欢迎的69种鲨鱼中 已经有一半濒临灭绝 根据专业海事信息资料库 劳埃德的数据显示 2007年运营的工业捕鱼船 大约有两万三千艘 再加上两百多万艘小型的鱼船 有些拖网船大的像一艘巡洋舰 带在后面的拖网 大的足以网驻十几架大型客机 而有些渔船甚至利用侦察机 在空中锁定鱼群的位置 根据估计 每一网下去 大约会有四分之一的鱼 属于无异之物 也就是那些不需要运上岸的鱼 要么是因为太小 要么是因为鱼种不对 或者季节不和 有一位观察员对经济学人杂志说 我们依旧处在黑暗的蒙昧年代 我们只是把网一撒 然后再看看能捞上点什么 每年大约有2200万吨 这样无意捕捞的鱼被盗回海中去 只不过绝大部分都是以尸体的形式 根据报道 每收获一公斤的虾 就会有大约四公斤的鱼 或者其他海洋生物遭受灭顶之灾 北半球大部分的海床 每年都要被拖网彻底侵袭七次 没有什么生态系统能够抵抗如此强度的干扰 多数人估计 北半球海洋中至少三分之二的物种 处于过度捕捞的状态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在新英格兰近海 原先大比目鱼多到什么程度呢 一艘渔船每天可以捕捞9000多公斤 但是今天已经捞不到多少了 而且大比目鱼在美国的北海岸几乎绝迹了 不过没有什么鱼的命运比雪鱼更差 在15世纪末 探险家卡伯特发现 在北美的东部沙洲中 雪鱼的数量多得难以置信 沙洲不是沙子 是一种潜水海域 像雪鱼这样的 在水底觅食的鱼类 最喜欢生活在沙洲中 卡伯特在报告中惊叹说 雪鱼的数量是如此之多 简直可以用篮子直接捞 有的沙洲面积很大 马赛祝塞州近海的 乔治亚沙洲的面积 就超过了它比邻的那个州 而纽芬兰近海的大沙洲面积更大 几个世纪以来 那里的雪鱼一直是密密麻麻的 人们总觉得这些鱼是取之不竭的 当然事情并不如人们以为的那样 在北大西洋产软的雪鱼 估计数量就已经减少到了160万吨 30年后的1990年 这个数字估计只剩下了22000吨 2006年 美国时代杂志也关注了雪鱼的命运 文章中说 大西洋雪鱼的数量已经减少到了 人类开始捕捞钱的不足一成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雪鱼已经灭绝了 有一本书就叫《雪鱼》 它的作者库尔兰斯基在这本书中写道 渔民们把他们抓了个金光 而大西洋很可能永远的失去了雪鱼 大沙洲于1991年进捕雪鱼 根据《自然》杂志报道 一直到2002年的秋天 数量也没有回升的迹象 库尔兰斯基说 Fish这个词原意就是指雪鱼的鱼肉和鱼条 但是后来就被黑线雪所取代 再后来又被红大马哈鱼取代 再后来就已经指的是太平洋绿雪了 现在它无可奈何地说 废雪就是指还剩下的任何鱼 其他海鲜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在罗德岛附近的新英格兰鱼场 过去总是能捕到重达9公斤的龙虾 有时甚至能达到13公斤 如果人类不去骚扰它们 它们可以一直活上个几十年 有人说是70年 而且不停地长大 但是今天已经很少有大于一公斤的龙虾被抓上来了 纽约时报上曾经有一篇报道说 生物学家估计 龙虾在长到法定的最小尺寸 大约也就是6岁左右 它们的90%会在一年之内被抓干净 尽管捕获量日益减少 新英格兰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还在用税收政策鼓励 某种程度上是强迫渔民们购买更大的渔船 更彻底的扫荡海洋 今天马赛驻塞州的渔民们只能捕捞长得极丑的盲慢 这种鱼在远东还有点市场 但它们的数量也在日渐的减少 我们其实对支配海洋生物的真正动力是一无所知的 在过度捕捞的海域 它们的数量要比本该达到的数量还要少 而在天然赤平的海域它们的数量却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比如在南极南部的海洋中 大约只生长着全世界3%的浮游植物 这个数量少得可怜 但是它们却似乎支撑着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从未听说过石蟹海豹这种动物 但它们实际上是数目最多的海豹科动物 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 它们的数量最少有700万头 最多可能达到7500万头 你从这个相差悬殊的区间 也可以看出人类对它们有多么的陌生 它们生活在南极地区的浮渐上 此外还有60多万头韦德式海豹 至少20万只地企鹅 以及大约400万只阿德利企鹅 很难想象食物链是怎么平衡的 可是却运转良好 虽然名叫石蟹海豹 但实际上它并不吃螃蟹 石蟹海豹的主要食物是鳞虾 而石蟹海豹本身却是暴形海豹的美餐 80%的石蟹海豹的幼崽 会被暴形海豹吃掉 兜了这么一大圈 我其实只是想表达一个观点 那就是我们对地球上的最大的系统 其实所知甚少 但接下来你会听到 一旦我们开始谈论生命本身 那处处都是未知的东西了 尤其是生命到底是怎样出现的呢 1953年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叫米勒 他找了两个长颈瓶 一个里面装了一些水 代表着原始海洋 在另一个烧瓶里面 就混合着甲烷 氨气和硫化氢的气体 代表地球上的原始大气 他用橡皮管子 把长颈瓶连接了起来 然后在瓶子里面打电火花 模拟闪电 几天以后 瓶子中的水变成了黄绿色 里面就出现了氨基酸 脂肪酸 糖 以及其他有机化合物 而米勒的导师 诺贝尔奖获得者尤里 看到后非常的兴奋 他说 我敢打赌 上帝就是这么干的 当时的新闻报道让人觉得 只要有人用力地摇一摇瓶子 那么生命就会从里面爬出来一样 然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生命的起源依然是一个谜 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 今天的科学家已经相当确信 地球早期的原始大气 与米勒和尤里实验中的差别很大 其实制造氨基酸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真正的关键是蛋白质 如果你把很多的氨基酸排成一溜 你就会得到蛋白质 那蛋白质究竟有多少种呢 没有人能搞得清楚 光是在人体中 就可能有几百万种之多 每一种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如果仅从概率法则上来考虑的话 那么蛋白质似乎根本就不该存在 为了制造蛋白质 你需要氨基酸 很多人都会把氨基酸称为生命的砖块 你把氨基酸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 这个很像用字母来拼写单词 但仅有的不同是这些氨基酸构成的磁绘表中的单词往往超级长 例如我们如果只是拼写一个英文单词 Collagen 这个就是胶原蛋白的意思 那么只需要八个字母按正确的顺序排列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要制造一个胶原蛋白 则需要把1055个氨基酸按照某种顺序精确的排列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明摆着的问题 并没有人在制造胶原蛋白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胶原蛋白是自己制造了自己 没有人指引 也没有人安排 胶原蛋白就这么自发的形成了 于是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接踵而至 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 生物学家和化学家们都觉得这个特别不可思议 因为1055个分子能够自我建造成胶原蛋白的几率 那几乎就是零 这种事情怎么看它都不会发生啊 为了让你理解这个几率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现在你想象有一台老虎鸡 但是把它的宽度加长到27米 然后把通常只有3到4个的转轮替换为1055个 每个转轮又装上20个不同的图形符号 每一个图形表示一种氨基酸 现在想象一下 你要转多久才能把1055个图形排列成一个特定的顺序呢 实际上你永远都做不到 即使你把转轮的数量减少到200个 这也是最典型的蛋白质所包含的氨基酸种类 那么这200个图形排列成某个特定顺序的概率是多少呢 10的260次方分之1 而1后面260个0 这个数字比宇宙中包含的所有原子的数目还要多的多的多的多 但是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呢 他们把蛋白质当成了是直接出现的 而没有意识到蛋白质也是从更简单的化合物 一点一点的演化出来的 但不管怎么说呢 蛋白质的结构都是极为复杂的 比如一个血红蛋白虽然只有146个氨基酸的长度 这在蛋白质家族中它只能算是一个矮个儿 但即便这样它也包含了10的190次方种可能的组合 这也是为什么剑桥大学的化学家佩鲁兹用了整整23年 差不多是他整个职业生涯来解码血红蛋白 如果说生命是从蛋白质开始出发的 那么想要通过随机事件来生成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蛋白质分子 也是不可能的 有一个经常被人们提到的比喻 说生命的出现就像一阵旋风刮过垃圾场 然后留下了一架组装完好的大型客机一样 这个比喻最早是出自天文学家霍伊尔 但这个比喻显然也留给了普通人对生命诞生的一个重大的物件 虽然我们还未解开生命的起源之谜 但我们至少已经知道 它出现的概率不是这个比喻中说的那么小 甚至有些科学家认为 只要具备最基本的生命环境 那么生命出现的概率就是100%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到今天这依然还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下面我们继续讨论几十万 很可能是几百万种的蛋白质 它们每一种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我们知道 这每一种蛋白质都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幸福 蛋白质要能起到作用 除了要能把氨基酸按照正确的顺序组装起来之外 还得学会一种化学打折的本领 也就是把自己折叠成某种特定的形状 然而即使拥有了这一切完成复杂结构的本领 如果蛋白质不能大量的生产自己 那对生命也毫无价值 蛋白质确实也没有复制自己的本事 要完成这点 还需要另外一种叫DNA的东西 DNA就是复制专家 它能在几秒钟之内把自己复制一份 但除此之外它啥也不会干 在过去 生物界一直存在一个悖论 那就是 如果没有DNA 就没有蛋白质 但是没有蛋白质 也就不可能有DNA 它们似乎是为了互相支持对方而同时诞生的 那么类似于DNA和蛋白质随先随后的问题 早期的研究者还有其他的困惑 例如 没有细胞 所有的物质 也不过就是一些有趣的化学物质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化学物质 细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所以戴维斯为此发出这样的疑问 假如每样东西都是依赖另外的东西而存在的 那么这些由分子构成的社会 最初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打个比方来说 这就好像你在厨房中的所有食材 不知怎么的就自发的组合起来了 自己把自己烤成了蛋糕 不仅如此 它们还会自我分裂 生产出更多的蛋糕 这就很像是一个奇迹 但是后来我们就又发现了RNA 而且RNA下面还继续可以分出很多小类 现在的生物学家已经认识到 RNA比DNA诞生的更早 DNA的蛋白质都是RNA演化的产物 所以这个悖论也就被自然消解了 但是这也仅仅是解决了从1到2的问题 从0到1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现在我请你假想一下 你取了构成一个人的所有原材料 碳氢氧氮氮磷等等 然后把它们放入一个容器之中 加上一点水 用力地摇一摇 如果里面爬出一个完整的人来 那当然会令人无比震惊 其实这基本上就是霍伊尔和其他一些人 包括特创论的支持者 所认为的蛋白质的一次性形成模式 这怎么可能呢? 道金斯在《盲眼钟表杖》一著中就写道 一定存在某种日积月累的选择过程 允许氨基酸聚集成团 两三个氨基酸因为某种简单的目的连接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简单的结构又偶然撞在了一起 因此又发现了一些更多的进步 蛋白质就在这样的进步中逐渐形成了 与生命相关的化学反应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 可能我们离实验室中创造生命还差得很远 就像米勒和尤里那样搞搞 但是宇宙却已经把这件事情干得足够多了 在自然界中 大量的分子聚在一起形成常链 我们称为聚合物 糖类也经常会聚合在一起形成淀粉 晶体可以做很多类似于生命干的事情 自我复制 对环境的刺激做出反应 形成复杂的图案等等 当然晶体不会成为生命 但它们却一再地向我们展示 复杂结构的自然自发形成是完全可信的自然事件 在宇宙中或许没有很多的生命 但是却不会缺少有序的自我聚合 从对称的雪花到土星的光环都是这样 正因为大自然表现出了这种热爱聚合的强烈愿望 有些科学家就认为 生命的出现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不可避免 用比利时的诺贝尔生理化学奖的得主 迪夫的话来说就是 只要条件合适 物质就一定会产生某种趋向 迪夫认为 这种合适的条件在每一个星系中都能发生一百万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